演习你肯定不会陌生 甚至可能还亲自参加过一两个 比方说消防演习 地震演习等等 至于军事演习 你要是参加过算你牛 然而还有一种演习 你可能连听说过的概率都很低 那就是行星防御演习 尽管听上去和看上去都听好莱坞的 但这其实并不是在拍电影 而真的就是由上百名来自全球的顶尖科学家们聚在一起 花五天的时间 拯救世界于一次小行星撞击的演习 只不过他们通常都没有好莱坞那么幸运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如果小行星来袭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可以自救呢 首先让我们把刚才的如果二字去掉 因为小行星撞向地球就是个必然的事情 需要打上问号的是在什么时候 它有多大 我们能做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两年就要举办一次国际行星防御大会 以及在会议上模拟一次小行星装机事件的根本原因了 因为科学家明白 一方面是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 我们越来越承受不起小行星撞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另一方面这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们将越来越有可能成为这颗星球上首个有能力阻止小行星撞击的物种了 怎么阻止呢 至少有以下几种方法 以暴之暴的撞击法 学习好莱坞的核爆法 或者反过来是好莱坞跟科学家学的 还有激光烧尸法 涂鸦法 和最温馨的陪伴法 听了是不是有点懵圈呢 尤其是最后两个是认真的吗 好吧 那就听我解释啊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撞击法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 就是利用撞击来让小行星脱离原本的轨道 假设有一颗小行星要你命一号正在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 然后被我们的近地天体监测系统捕捉到了 经过仔细的计算后发现 它的直径达到了200米 它的目标值直接对准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式 我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具体呢 其实这就是2019年国际行星防御大会上给出的模拟题目 而科学家们选择的方案 也是简单直接又成熟的撞击法了 在模拟中 科学家们排除了六艘飞船冲向小行星 击中三艘准确的击中了目标 也的确是改变了小行星的运行轨道 但是也意外的从这颗直径200米的小行星上 撞出了一个更小的小行星 直径大约是70米的要你命二号 最后的结果就是 要你命二号无法挽回地飞向了纽约市 在想尽办法对人群进行了撤离和疏散之后呢 还是造成了130万的死亡 损失惨重啊 那你会说这个模拟是失败的吗 或者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 也就说明了撞击策略是没有什么用的吗 当然不对啊 我们要看对比嘛 毕竟直径200米和直径70米的小行星 撞击地球带来的破坏 完全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你就知道了啊 粗略的来划分呢 小行星的尺寸和它们的破坏力 可以分为五档 尺寸小于10米的 几乎就没有破坏力 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将在大气层中烧毁 成为我们眼中神秘而美丽的流星 所以它们又被称为流星体 要是被你逮杂的话 说不定你还会对着它许个愿呢 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稀有的玩意儿 每年像这样闯到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流星体 大约有4万吨左右 看起来你的许愿机会还是很多的 比这大一些啊 直径来到了20到100米的 没有更含蓄的名字了 它就叫做小行星 它们的装机能量可以达到核弹水平 摧毁一座城市如此的轻松 就像模拟中被牺牲掉的纽约市 所以这个级别的小行星又叫做城市杀手 还好它们没有那么多 大约每100年才会碰上一个 下一个级别相应的可以叫做国家杀手了 因为它们一撞 可能撞掉的就是整个国家 尺寸也不过就是500米左右 那么让我们暂时回到那次的模拟当中 原本要你们一号的200米之径 就位于第23级别之间了 怎么算也是一个省一级的杀手吧 这样看起来从抹雕神 守宅到抹雕士 还是很有效果的 往下接着来啊 还有更大更要命的 到了第4级别 小行星的直径大约达到了2-3千米 撞击之后产生的尘埃 遮天避日 可以改变局部的气候模式 并造成所谓的合冬天 就是因为阳光被阻挡 夏天也如冬天般寒冷 这个就可以被称之为轴际杀手了 最后最恐怖的级别 6500万年前被恐龙给碰上了 直径超过10公里的小行星 还用说吗 就叫做全球杀手好了 撞击之后释放出来的能量 相当于是炸了10亿兆吨的氢弹 地球上的大部分都将沐浴在 融融的岩浆当中 海水被酸化 河冬天持续疏失 在大部分的生物都灭绝了 我们也会碰上吗 当然啊 也是个时间问题啊 大约每一亿年就会碰上一次 不要以为一亿年很长啊 毕竟距离上次发生的 周期已经过半了 还不赶紧准备吗 好 那就让我们再说回到撞击法 我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 说它既简单直接又成熟呢 因为它不仅用在了模拟当中 甚至在现实当中呢 也有过先例 2005年 1月NASA向一颗彗星发射了一艘名叫 深度撞击号的探测器 然后在同年的7月 接近彗星的深度撞击号 释放出自己携带的 一颗372公斤的铜弹 以每秒大约10.2公里的速度 撞了上去 产生了约4.8吨 TNT爆炸当量的能量 在彗星表面 砸出了一个直径 大约150米的坑 尽管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砸坑研究彗星本身的 但根据估计 这次装机时的彗星的速度 变化了0.0001毫米每秒 轨道变化了10厘米 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如果日积月累的话 却也可以带来质的变化 也许是受此启发 到了2015年 NASA和ESA联合制定了一个 全新的计划 这次不为别的 就是一门心思想要搞清楚 用撞击法来防御小行星 实际效果究竟如何 计划是这样的 先是在2021年 由NASA发射一枚名叫DART的探测器 飞往1100万公里以外的 一个双小行星系统 撞上其中直径 只有160米的较小的那颗 为什么要选择 这样一个双小行星系统呢 不是因为它们最终会撞上我们 而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系统里 小的那颗行星 会像月亮一样 围绕着大的那颗行星旋转 整体上就是 它们的运行速度 比一般的小行星要更慢 非常的适合拿来做实验而已 科学家相信 这次装机将会使 被撞的小行星的速度改变 大约1% 而这个看上去并不大的速度改变 所带来的轨道变化 已经足够能通过地面望远镜 看出来了 而且接下来 ESA也会在4年后 发射名叫Hurvey的探测器 前去仔细的观察和评估 这次撞机的效果 看看最终造成的影响 是否能够达到预期 所以你看啊 撞机法防御小行星 真的是挺靠谱的哦 不过你可能还是会担心啊 我刚才说的 不管是模拟演习 还是真实对象 这假想敌的尺寸 也就在200米左右嘛 也许我们拿探测器去撞一下 可能还有点作用 但要是碰上个大块头 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 国家杀手或者是洲际杀手 探测器不就等于是 蚂蚁对大象了吗 装上去还能有用吗 这里我就要说明一点啊 你想啊 体积越大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能够越早发现呢 越早发现 我们是不是就能够 越快地赶去处理呢 即使这个时候 我们所能改变的只是一点点 但把它拉长到时间的曲线里面 效果就明显了嘛 科学家估算啊 如果我们能够提前10年 发现一颗将会装上地球的小行星 只需要去将它的速度改变 一百万分之一 就可以完美地避过天地大重撞了 于是既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处理 那我们就可以引入 我之前还提到过的 其他几种方法了 激光烧尸法 涂鸦法和陪伴法 其实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来了解一下 激光烧尸法 就是派一系列的航天器 前往小行星附近 然后利用收集的太阳能 来发射激光 常年累月地对着小行星 使其表面脱成皮 脱的皮总要飞走吧 飞走的时候 总要听牛顿的话吧 产生点反作用力什么的 于是自然也就能把自己 推离原本的轨道一点点了 再来看涂鸦法 就是将小行星的一面喷黑 让它没脸见人 自觉远离地球 开个玩笑 其实是因为 深浅表面对太阳光的反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能产生出 非常微弱的光压差别 从而慢慢慢慢慢慢的推动 小行星改变其轨道 至于怎么去喷黑呢 好像大家都没有想那么远 紧接着 还有个脑洞更大的 陪伴法 这是什么鬼呢 其实就是发射一艘 足够大的航天器 一路贴着小行星飞 默默地用爱感化它 让它幡然悔悟 重新选择一条康庄大道 这样说也没有错 用引力来牵手 更是真爱 这个方法准确地说 叫做引力拖转 名字很科幻 其实实际也然 首先它需要一个 质量很大的飞船 来作为牵引者 这样才能提供必要的重力 也就是引力 其实它还要和小行星 距离足够的近 还记得引力跟距离 之间的关系吗 最后这还真不是 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 所以燃料够吗 时间够吗 我觉得它更应该是 下一部科幻电影 可以参考的方向 好了 说了这么多 靠谱和不靠谱的 差不多就这些了 你应该也注意到了 我还没有提到 好莱坞的最爱 核公鸡 因为它更不靠谱 还记得为什么 2019年的行星防御演习 结果并不是太完美吗 就是那块被意外撞废了的 要你命二号 如果用上核弹 将出现更多不可预测的碎片 究竟处理一个 还是处理一对 你选呢 我是回见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